学生围在桌前用力拉扯棉绳 利用绳子交错缠绕的动力 让瓶盖保持旋转 看谁转得久就是赢家 另外还有竹筒高鞘 竹枪以及槟榔叶鞘拖拉车等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现场仿佛一座大型游乐园 而这些其实都是四五零年代 最夯的部落统万 就很好玩 打它的底下 然后打得很大力 代表你家的小米很多 打陀螺在布农族社会中 不只是竹筒 陀螺转得越久 也象征小米丰收 小朋友透过亲身体验 从中了解文化脉络 这是由台东县府举办的 2022元明首都 原来我们同在一起 希望透过竹筒 以轻松方式分享 原住民族传统智慧 展现学校民族教育成果 不只是呈现竹筒 我们还调查出 竹筒它发展的历史 在玩之余 它其实也可以了解 这个童案发展的文化 一年五天活动 除了规划动静态展览 也办理教育论坛 及典范人物讲座 邀请各领域优秀族人 分享交流 树立台东孩子效仿 盘界由系列活动 实验化大众对原民文化的了解 与尊重 也提升台童对母体文化的认同 与自信心 台东县到九成以上 都是原住民重点校 所以在各组的原住民的资源上面 是非常丰富的 台东拥有七大原住民族群 现幅自105年起 推动实验教育 陆续成立了排湾 卢凯 碑南 布农 及亚美达雾等 五所民族实验小学 预计明年将再成立 阿美实验小学 营造更全面的民族教育 学习环境 也是新闻 主持人台东市采访报道